新门市永和区永乐里巷弄多 又有传统市场 有里民就向里长反映 虽然距离捷运站不远 但是步行还是需要几分钟 因此希望能够在里内设置 U-Bike的租借站方便转成 知道里民的需求 因此里长就争取了自由街教堂 前面的原本划设红线的进停区 作为U-Bike的租借站 嘉惠里民的交通转成功能 因为跟教堂一直在协调协调 所以前后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那可是当U-Bike装下去以后 教堂也看到说 这个其实对他们教友也蛮实用 其实大家都还蛮开心的 有里民就说自从U-Bike租借站 在里内设置后 相当方便 不只是到捷运站 到其他永和车内 甚至是中和都很便利 既环保又能运动 一举数得 自从U-Bike住这场以后 出门后很方便 不管骑到哪里 或是从外地骑回来 都非常方便 尤其从捷运回来 像顶溪回来 从这里到顶溪 到永安到景安 都非常方便 永安市民活动中心 经常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原本没有电梯 长辈前往不方便 因此里长向新北市议会副议长程鸿源反映 争取了经费设置电梯 让长辈或是行动不变者 能够方便的前往活动中心 参加各种活动 那因为看到很多长者 其实在上下楼梯不方便 然后就有跟副议长讨论说 是否可以装个电梯 那电梯装了以后 其实我们共餐 包括很多残障人士 有的其实爷爷奶奶 他们是需要做轮椅的 就能一起来参加活动 有的都很方便 去去路路都不用麻烦 方便 当然更好 里长还将永和路 一段18项的防火像 打造为文化像 将原本黑暗的巷弄环境 邀请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 在这个地方彩绘景点特色 一方面可以改善地方环境 同时也推广在地人文历史 已经成为永乐里的特色 改天来到里内 不妨驻足欣赏 中家新闻 卢秀娟 刘安静 新北市永和区长报道